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第87屆Stanley & Sons 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的 港澳賽區評委之一 士坦惠榮譽教師 郭嘉豪 面對一個這麼具指標性和國際性的比賽 其實每一位參賽者都會感覺到很緊張 怕自己不能在比賽的時候 發揮到應有的水平 作曲家Robert Schumann曾經說過 Nothing great can be achieved in art without enthusiasm 什麼意思呢 換句話說 我們就算面對緊張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忘記自己對音樂 對鋼琴演奏藝術的熱愛 相信憑著這份熱愛 你可以打動到在場每一位評判 大家好 我是Sylphie 梁遠先生 歡迎參加第87屆Stanley & Sons 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 港澳賽區比賽 我覺得參賽者要很準確地分配時間 準備比賽 要掌握時間 一方面設計適合自己的練琴計劃 還要預留空間去思考和感受音樂的每一個細節 這樣是很可以幫助到參賽者在舞台上發光發亮的 在這裡預祝各位參賽者比賽順利 拿到好成績 大家好 我是周達芬 很榮幸今次我是第87屆Stanley & Sons 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的平台之一 歡迎大家參加這個比賽 有很多原因 首先 我知道大家過去幾年 一定在家裡練習了很多 或者參加了很多的網上比賽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好的 但有一件事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從現場比賽才學習到 就是表演本身 因為你無論在家裡怎樣練習 你都在練習鋼琴 但在練習是一種私底下的 一種彈給自己聽 當你真的踏上舞台彈給別人聽 這個經驗只有在表演本身 才可以練習得到 而我們今次比賽都有非常豐富 以及 varied的影響陣容 希望很快可以見到大家 到時期待見到大家 希望大家在比賽中 都能夠順順利利 得到理想的好成績 到時見